英国工党党魁施凯尔五日在白晶汉宫 觐见国王查尔斯三世 正式获得任命成为英国新任首相 英国迅速改朝换代 61岁的施凯尔就职演说 誓言即刻以行动重建民众信任 携手爱妻进驻唐宁街10号 不过无论政党如何轮替 英国民众一致公认 最大赢家是他 首席部署大臣赖瑞猫已满17岁 是英国最盟公务员 偶尔部署驱赶附近狐狸与鸟类 2011年由前首相卡麦隆收养 见过五位保守党首相 多年来可说看尽唐宁街浮沉 甚至趁着新主任施凯尔 尚未抵达官邸前的短暂空窗旗 更在社群媒体X平台发文称 现在我当家 刚卸任的苏纳克曾带爱犬诺娃入驻官邸 但却和赖瑞闹不合 最后仍有赖瑞胜出 英国媒体戏称 历经长期政治动荡 赖瑞或许是英国唯一稳定象征 与第六位主任施凯尔如何相处磨合 料成未来吸尽话题 三天新闻全片的报道